哈囉!大家好!我是鹿角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這次要帶大家認識 金剛防災的最後一支影片 今天跟前面兩支不同的事 要帶大家去看 金剛縣的地獄防災訓練 今天也是我最期待的一天 其實真的還蠻特別的 今天也是請到 金剛縣危機管理課的 Sato-san來跟我們一起看 Sato-san,早安! 早安! 今天就是 地域行為訓練 在静岡県 12月1日 地域防災日 地域的住民為訓練 參加 自身體驗訓練 全國人都不斷 這次的活動正式開始是9點 但是8點開始 就非常多人已經聚集在這裡在等待了 而且這個活動真的非常的大 連電視台都有來採訪 這次的活動正式開始 是9點開始 由於令和3年度 大陸北地區 地域総合防災訓練 金剛縣每年的 都會在不同的地方舉辦防災訓練 居民會選擇在自家附近的地點參加 這次參加的總時長共有2個小時 主要的目的為訓練大家遇到地震時的反應和應對措施 參加人不只有各自制體的縣民 甚至國高中生都很積極的參與 是讓我覺得蠻震驚的一點 現場有各項的體驗 也有專業人員在旁教導說明 有練習噴消防隊水柱 製作土包袋 分配防災食品 搭建避難所帳篷 以及臨時的廁所 還有很多企業實際上來到現場幫忙 提供幫助 後來詢問Sato-san 他說每年都會舉辦三次這樣的活動 除了這次的地震演練之外 還有海嘯等主題 並且舉辦這些活動 還有一個意義就是 讓本來不會有交流的居民們 可以互相認識 期望大家在真正遇到災害的時候 可以互相幫忙照應 可以互相認識 所以就想從今天 剛才 進出 昨天 聽人說 初心者 有心 是 援槽力 遲出 動得 從小 通常 比 越來 很重要 經常 每年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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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但是去年就被疫情失去,所以就很高興 如果地震起了時,地域的大家也能夠協助, 讓我去挑戰,頑張囉! 謝謝! 哈哈哈哈 太太了 哈哈哈哈 謝謝 接下來我們前往另一間小學 看小學五年級生的防災訓練發表會 聽到去看發表會的時候,我內心還滿興奮的 因為以前看動漫、日劇都有這樣的場景 學生的防災訓練發表會 各位,今天是很忙碌的時間 謝謝大家 讓我們帶來的小學生的活動 在最後的活動 我們帶來的小學生的想法 我們帶來的小學生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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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會主題為避難路線訓練 發表會前已經讓小朋友進行多次演練 會自自家到避難所的安全逃生路線 發表會當天製作大海報和家長發表 看小朋友年紀都還這麼小 就能夠落實這一點 覺得很敬佩的同時 也不禁想像 如果以後我有小孩 我也會坐在現場觀看 讓我突然覺得好感動啊 現在小朋友已經全部都不在了 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我剛才也有詢問說 像這樣子的活動 他們是一年會辦一次嗎? 就他們說沒有 靜岡線會一直觀察地形 還有天氣這些變化 要是那個海嘯圖有變更的話 又會再做一次 讓小朋友一直在吸收最新的情報 我覺得他們在小朋友房 在義式的培養這一塊 真的非常用心 那剛才也是跟薩豆桑一直在這裡看 那現在薩豆桑就要離開 我們要前往下一個地方了 薩豆桑,謝謝你 謝謝 我以為這些小朋友的講座 我以為這些小朋友的講座 有200歳歷史的資格 我以為地震防災中心的資訊 我以為那邊也有興趣的 謝謝 謝謝 那我去吧 今天的午餐要吃這一家 他們是不是也是靜岡這裡 都是靜岡人 他們非常愛吃的食堂 這裡有名的是蛋包飯 它的種類很多耶 醬汁就有四種醬汁 一種是 甜味格拉斯醬汁 還有白醬汁 糖果醬汁 跟咖啡醬汁 聽說這個是最有名的 所以我就是要點這個 特上特長南米黑おむらい 它這個蛋包飯上面這個肉 好嫩喔 它的蛋吃起來好嫩 那你們看我這樣一撥 大家看這個肉真的是用湯匙這樣一撥 全部都會被撥下來 真的好吃 這家真的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們來靜岡的話可以吃吃看 只是它要花一點時間等 我們差不多等了20分鐘才來 但是值得 這真的好吃 那現在我們又來到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那今天也是一樣會請到 Iwata先生為我們做講解 こんにちは 沒想到他們又再帶我來一次防災中心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上一支影片沒有介紹到的東西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些呢 都是防災食品 還有昨天我去吃了這個麵包 因為這麵包真的很好吃 而且是我最喜歡的巧克力口味 然後還有其他的這種 黑糖罐頭麵包 還有咖哩 跟白飯 那靜岡縣裡面 如果是海嘯可以避難的大樓的話 或是海嘯可以避難的地方 他們都會貼上這個標誌 然後還有這個是避難的時候用的床 是很簡單就可以組成的床組 長這樣子 還有放一台車子的模型 是模擬在車裡面避難的感覺 真的做得好仔細喔 來這裡真的會想很多事情 接下來我和鹽田教授和小朋友 一起參觀地震防災中心 因為小朋友較難承受七級地震的體驗 我們又體驗了一次 震度七的地震給小朋友看 那地震防災中心 又模擬地震警報的聲音 讓小朋友練習 好 來 蘭茂沙子 對 身體重新增加 頭部 不要忘記這條路 參觀完後 正式去參加 Junia Bosaishi的獎座 Junia Bosaishi 是金剛縣培育小朋友了解 防災基本知識的認定資格 透過各學校實施講座來獲得認證的資格 為了讓真正發生災害的時候 除了公家機關的工作之外 大家可以自動自發的保護自己的環境 還有自身的安全 透過給小朋友的教育 從小培養防災的觀念和意識 實行民間的自助和共助 是的 每年平均2000人以上の方が Jr.防災士の取得を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ます Jr.防災士が始まりましたのが 2010年なんですけども それから累計しまして 3万人くらいの方々が Jr.防災士として誕生しています すごい多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先ほどルーさんも受講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ので こちらを認定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静岡県富士の国 Jr.防災士認定証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いい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でルーさんもJr.防災士とな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て 静岡県と台湾の防災の駆け橋 防災のためにですね どうぞご活躍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ではこちらの動画で 報告で提出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而且沒想到 Jr.防災士認定証 我拿到的還是金色的 很酷耶 很像信用卡的金卡 我要拿回家 跟文章好好炫耀一番 ハロー大家 那我現在已經回家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把三支影片看完 這次其實真的很榮幸 可以收到金剛線的邀請 可以去到很多 平常不能進去的地方做拍攝 那這一次的主題是防災 他們把防災分成三個部分 分別是公住、自住還有護住 公住就是政府還有官方機關會幫助居民 那自住就是自己幫助自己 護住的話就是居民彼此互相協助 要這三個全部實行 才真的有辦法提高防災力 其實收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我是很緊張的 因為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 把他們想要傳達的東西 好好傳達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看影片的時候 可以用輕鬆的方式 然後去了解金剛線他們怎麼做防災的 那不知道我有沒有做到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三支影片 也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那也希望透過這三支影片 可以好好把我想要傳達的東西 跟金剛線想要傳達的東西 讓大家知道 其實經過這一次的採訪 也讓我自己想了很多 也看到很多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我很喜歡他們倡導一個理念是 你要先了解 然後再準備 再行動 了解這一塊真的是最難踏出去的 那我覺得經過這一次的採訪 讓我自己踏出一步了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可以讓大家有這種感覺 那金剛線他們也跟我說 他們跟台灣的八個縣市 在2013年還有2017年 都有簽訂跟防災有關的相互因緣協定 在彼此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可以互相幫助 看到我這樣的交流也很安心 其實我身為台灣人 看到那些協定 還有在疫情之前他們每年都會去台灣 其實是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會覺得 為什麼自己之前不知道 那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可以讓大家更知道說 台灣跟金剛他們其實都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那如果對這支影片有什麼感想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的地方跟我說 那如果有需要聯絡這些機構的話 都歡迎到資訊欄那邊 有金剛在台灣事務所的聯繫方式 大家都可以透過Net去聯繫他們喔 好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子 真的謝謝大家就是三支影片的觀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另外